那我们现在 现在来去跟各位 就是要分享到 网站分析 这个网站分析 我们当然就是以一个 网站为前提 如果各位 想要去分析自己的脸书 查一下老公有没有小三 我们都可以教 这样了解吗 因为其实社交网站的一个分析 也就是在做这些事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刚刚有讲过这个GA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先到 Google Analytics 然后接下来 我在这边我先登录 好 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里面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在一个网站分析里面 这是我刚刚做的 孙老师电脑教室 你看使用者都是零 对不对 如果说一个礼拜后 还都是零 那请问你 我还需要分析吗 就不用分析了吗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可以理解 我刚刚为什么请大家 加入一个网站 一个LINE群组 然后大家同学 大家互相点击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现在我刻意切换 切换到这一个 所有网站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边它只能记录 昨天晚上12点之前 这一个画面 是昨天晚上12点之前 的一个本周的一个浏览次数 决定来说 1月11号 1月12号 1月13 1月14 一之类推 那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的意思 就是有多少人来去里面观看 所以你想一个网站分析 它主要分析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的浏览者 所以这边第一个使用者 很重要 再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 在我的讲义上面也有写 它英文叫做session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使用浏览者 到我们的网站 他看了几页 所以你假设他看了 2点多页 那你就是22乘域 比如说2之类的 就会得到这个数字 再接下来 这个跳出率 跳出率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边 他就去记录 这一个使用者 他只看一页 就没看别页 也就是说 这一个人 他的session 他只停留在一页 OK 这个他去计算 跳出率 跳出率 当然越低越好 当然越低越好 好 比如说60 70 80 这样就不太好了 再来最后 是不是会有一个 工作阶段 持续时间 工作阶段 持续时间 就是说 这个session session 他停留到我这个网站 停留几分几秒 这个工作阶段 就是这个 总共他看了 假设两三页 但是他花了 平均 平均 他花了多久的时间 例如说 不到两分钟 你希望他停留在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比较少拿来 当作是指标 为什么呢 因为请问你看新闻 你会花几秒来去看 一篇新闻 不会超过十秒的 可以了解吗 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停留的时间 因为好像太多新闻要看 所以一则新闻 大概只会看几秒 他这边所看的是一个平均 平均 好 所以你看 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有画了很多很多图表 对不对 可是这边我要请你们 特别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他为什么要去分析 你又是不懂分析这些 这个网站有什么好分析的 请问一下 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十年前我们台北市政府杂志做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到现在还是是死的还是活的 所谓死的就是没有使用者去浏览 对不对 那活的就是代表说什么 还有持续越来越多的人来去观看 对不对 所以你想总想要知道这件事吗 所以使用者是不是就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到底是哪些使用者 然后再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自定 自定 自己去设定 例如说设定一些自定快讯 像我 我就做了一些快讯 做了什么快讯呢 管理自定快讯 就是浏览数超过三通知我一下 浏览数超过五通知我一下 可了解吗 因为这个网站我也没有做多久 这个网站我没有做多久 刚开始网站的内容一定浏览者是很少的 一定从零变到一 可能很多天才会零变到一 好 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 按错了 除了 我还是回到首页 自定 自己去设定一些项目 还有及时 什么叫及时 及时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 现在 好 例如说我们来看 现在 这三十分钟叫及时 现在往前推 三十分钟叫及时 这是他的定义 目前 目前 这一分钟 没有人在线上 可以吗 但是前十一分钟 有一个人在线上 卓先生 你没有家 你帮我点一下我的好不好 点我那个网站 然后等一下 立刻就会跳出来 这叫及时 及时的定义 这样知道 请问及时重不重要 假设你办活动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想要知道 及时的网页流量 可以吗 因为我希望这边跳出来 这边有每一分钟 就是六十秒 有看到 这边就有两个人 两个 三个 来去看我的这个网站 那你可能想要知道说 那看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首页 有看到 能不能切换到笔页 你切换到笔 笔 笔 笔章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在看同一页 那就是跳出绿了 对吧 就是只看第一页的首页 就没有再继续往下看 请问他愿意看到第二阶第三阶 是不是代表说 内容有吸引到他 这个网站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们都在分析这些东西了 好 报表 及时的报表 就暂时介绍到这边咯 感谢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行为 基本上我全部都没办法去做 因为我的网站没有收费标准 就是我没有进行电子商务 你看了这个网站 你必须要先花多少钱 这是可以统计的 这边就会有那种什么行为 或者是客户开发 可是这个目标我觉得蛮重要 目标 例如说这个目标对象 年名城 有看到 就是来到我这个网站 如果都是以年轻为主 那我在色彩上面 我可能就要选择比较活泼一点的 亮丽一点的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除了目标 应该还有啊 第二个 还有 比如说以男性为主 以男性为主 好 那男性54 女性46%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大致上知道 我们的分布族群 就是他在做这些的一个比较 好 那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说 那你在GA里面 你在 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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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那个 注册 GA账号的时候 请问你有 注明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吗 好像有吧 就是 其中有这样 他是拿那一项来当作是 来去做划分的 就是 你在标 标资料的时候 可是我在申请 雅果 好像他没有问我男生 女生 那个脸书 你可以布帖 就是他有性别 可是你可以选择什么 那个男性女性第三性 就是你可以布帖那一项 好 可是后来 后来我觉得 以前我们觉得性别不重要 现在慢慢都觉得性别越来越重要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是做那个 跟女性议题 例如说烘焙好了 那个可能女性的观众会比较多 那如果突然冒出来很多的男性 对 或者是什么地区 所以慢慢的好像都会把这些项目 以前都不是勾那个弊田 可是变得有这个选项 现在慢慢都变成都要弊田了 就是你在田那个问卷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有些弊田或卑弊田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设定 好了 甚至好像还有那个 这个使用者多层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点一下他 点这个使用者 点这个 只是请问一下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写说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然后他是用手机 然后呢 登录到这个网站 然后什么时候 11月20号 11月20号 他第一次登录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他所有 所有持续在观探的 代表说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顾客 可以吗 就是 你如果一次的 这个顾客 我们不要管他 可是你要 你还是要留住 例如说我是教学网站 我当然会希望说 那要有 除非我就只有 开一分钟的课程 假设我开了很多很多课程 代表说他有持续来 这个网站观看 好了 我讲了这么多 这个GA网站 你们现在通通都是零 不用灰心 一个礼拜后 他就都不是零了 可以了解吗 就要看 就要靠各位 大家和我们互相去协助帮忙 因为我希望你到时候 是自己去分析这些 然后接下来 你就会心甘情愿去 学很多的那个 就是函事怎么写 这样了解吗 因为这些东西 未来你的长官 可能一生命下 不可以用GA 那请问你要怎么分析 那就只好自己透过 例如说Power BI 或Tablet 这种视觉化分析软件 来去帮你们做分析 可以吗 像例如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 他的一个目标对象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这是一周 这一周跟上一周 可是如果是 这个月的第一周 跟上个月的第一周 对不起 他就没有提供这样子的 一个报表检视功能了 可是如果你会Power BI 或者是会Tablet 视觉化分析 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去调出这些使用者 来去观看 这就是我们要教的 他没办法帮你客制化 他不会帮你做客制化 你就必须要自己算 好 那这边我就先登出了 那我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内容 它是不是跟脸书 那个社交行为很像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要去稍微理解 这个像我准备介绍这个工具 它都可以帮我们分析 我就简单的做一下给你看